下一位是陳偉業議員 主席,我們已經多次批評政府這個廚餘的計劃可以說是按居無極限 基本上原本是不用錢有人做的 你就浪費納稅人的錢賭十幾億落海 接著就做一些無謂的事 你的廚餘最後怎樣用 這個是視乎商業運作或者當時的情況 他想轉做化肥還是做化電等等 這是一個商業決定 你現在就做了全能的上帝 就要點石成金 我要你變石變金 你就預早決定 你應該給那個當事人 哪一個機構認為要做什麼 你的重點是廚餘不要倒進堆田區 他做了化肥也好 做了魚糧也好 做了發電也好 或者做其他也好 這個是他的創意 由市場主導 你基本上是符合環保的原則 你去做什麼 所以整個環保處 我都不知道你做什麼 做些事 我們說了很多年 要你不如越早定了這個 源頭強制分類 處理了一些問題 就不要繼續賭錢落堆田區 不要繼續賭錢 去燒了一些錢 做了那麼多年都沒有做 這個廚餘本身 概念是正確的 但是整個運作模式 整個規劃模式 整個最後的決定 正如剛才我開始所說 真是無極限的 你們做些事 不用錢就闊腦爛你 好像幾百億就送出去 被人換車等等這些問題 完全不考慮那個成本效益 所以這個我一定堅決反對 上一次去這個公務小組 我已經反對的了 你現在又再 完全沒有任何改善這樣做 我是絕對不能夠接受的 還有剛才你說到這些廚餘品車運 柏麗灣入火這麼多年 想加幾輛車去村裡面 或者給的士進去馬灣 運輸卓就說 青馬橋飽和了 不可以再多車了 柏麗灣居民要車進馬灣 除了緊急之外 其他那些 晚上十二點後都不可以進 不知道爭拗了多少年 記住交通問題 你現在就說那些車可以 在外面車的廚餘 經過青馬橋進去這個小豪灣 所以這個方法絕倫 主席 我用這個會議規定39 終止代續 好 現在進行終止代續的發言 陳偉業議員 主席 我不想休會 也不想阻太久 雖然我都阻慣地球轉 但是這個項目 我覺得終止了 希望將議員和其他政黨都支持 原則上你是值得去做 但是我可以告訴你 我和某些經營環保行業 那些人聊天 那些從外國回來的 那些法國團體 法國公司 他說你不給我錢 你只給我地 你給我彈性 我幫你收廚餘多於你這個數字 即是寫包單幫你做 不用用納稅人一毫子 總之你給他一個權 你給他一個權 和你政府政策上配合 其他的私人住宅也好 工業也好 商業也好 你規定地方 給地點去收集 他可以幫你免費收埋 免費送埋 和處理廚餘 一毫子都不用洗香港人 為什麼你不給他做呢 我不知道你們知不知道有這樣的事 我和我的團體聯絡過 他說政府 他沒見過全世界的政府 好像香港政府這麼傻的 是吧 所以真的麻煩大家醒一醒 看一看的問題 你現在忠祠待續 都可以再回來 9月10月之後再回來 讓大家再談談 是吧 因為大家的議員很多 都不清楚一些問題 是吧 可能有些事情 大家就聽政府說一部份 好好環保 當然我知道有些富貴政黨 他們很多衛星團體 專門負責收廚餘 在地區 專門負責做一些環保 不知道收什麼收密 自己的皇親國戚 做這些事情賺錢 又拿什麼環保基金 幾十萬 不知過八萬 幾十萬一年兩年 去做這些事情 申報利益 麻煩你們這些團體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皇親國戚 做這些事情 所以 終止代續是政治正確的 大家再談 給多一點時間去談 不要不斷在 因為這次最後把關的了 財委會 財委會過了 政府過了就神仙 就不理了 所以麻煩大家支持 終止代續 大家再談談這個問題 不用光你三分鐘 好 哪位發言 繼續 根據39段陳偉業議員的項目 終止代續的議案 哪位繼續發言